我作佛使 十方众生 吻我名号 至心信药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处忤逆 诽谤正法 净土圣贤路 民国 董子明 董子明居士 民国时期山东蓬莱人 他学识渊博 曾经担任民国吴佩福将军的顾问 晚年的时候 他放下一切世间俗物 专心精进念佛十余年 后来 由于天津徐慰如居士的推荐 董子明居士 担任了 青岛战山寺佛教学校的老师 他每天 除了教授国文及批改文章之外 都会固定在自己所住的疗房内 念阿弥陀佛圣号四万声 因为怕有人来打闲叉 所以 他常常将房门反锁 假装外出 有一天 董子明居士 在疗房里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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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相应时 房门没有打开 却发现 他自己已经到了疗房后面的大殿里念佛 当他注意到时 心里一惊 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心想 我本来是在疗房里念佛的 怎么会突然到了大殿里呢 他完全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于是 他马上请人找钥匙 打开疗房门 进屋后发现 他自己的那把钥匙 仍然还放在疗房的桌子上 后来 董子明居士向寺院住持 谈须老法师请教这件事情 老法师说 这是因为你念佛功夫的缘故 当你念得内外相应 念到夜尽晴空时 心里没有了丝毫执着 外境就不能成为障碍了 所以你那时能出入自如 而当你回头注意时 心又开始有了分别 进而起了执着 这时房门和墙壁就又都成为了障碍 这实在是平常之事 没有什么可稀奇的 全是新的作用 后来 董子明居士 因为考虑自己是客居异地 如果生病会有诸多不便 所以他发愿 第一 身体无病苦 第二 一旦生病 立即往生 果然 因为常常念佛 他全身上下 的确完全没有生病 甚至到了临终前三天 他也仅仅只是感觉到全身疲乏 四肢无力 但饮食亦如平常 毫无痛苦 临终前提前欲知实质 头脑非常清醒 请僧众众帮作者们 学生 宥队 到了凌晨四点左右 东子明居士从床上坐起来 面色和蔼地对大众说 道此方知 功不堂娟 说完 东子明居士就端坐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是如来的果决果报 我们今天用它来做 我们的因地心 我们修什么 修因 将来就有果 用如来的果 做我修行的因 你看 这还得了 这句名号 概括变法界 虚空界 无量的智慧德相 都在这句名号当中 念这个名号 就是念全宇宙 一法不漏 你修别的 念别的 都是局部的 这是全体 阿弥陀佛的名号 是变法界 虚空界 过去 现在 未来 全在里头 你就晓得 名号功德 不可思议 这个名号 是梵语 翻成中国意思 是无量诀 阿 翻作 无 弥陀 翻作 亮 佛 翻作 绝 就是 辩法界 虚空界 万事万物 你统统都明了 统统都通达 没有一桩 你不知道的 真的是 全知全能 拿母两个字 也是泛语 翻成中国意思 归一 归命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归一阿弥陀佛 完全翻成中国意思 是归一无量诀 归命无量诀 无量 一切都无量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无量的向好 样样都无量 没有一样不无量 名号 名号功德 不可思议 我们就仗着 这一句名号 念这句佛号 要跟阿弥陀佛相应 经上说道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怎么才能相应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就相应了 因达国海 果彻因缘 因果是一 不是二 你看 因是佛号 果 我们念这句佛号 果报 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成佛 什么因成的果 念阿弥陀佛的因 果彻因缘 因果是一体 因就是果 果就是因 什么人 什么人念 什么人成就 称之为 果海 法界 虚空界 不知道 多少众生在念 每天 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多 没有法子计算 太多 太多了 上镜下空 老法师 净土大经科著 第129集 2012年1月9日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